七季光创制了一种阵法 因此阵左右对称 顾名鸳鸯阵 最前方为队长 或持战旗或持长乡 他的身后有左右两队 最前方是盾牌手 盾牌也分为长牌和藤牌 长牌厚实宽大 用来抵挡倭寇的箭矢 长枪 也可以将全队遮掩在后 盾牌手也带有妖刀 在掩护队伍的同时 可以与倭寇近身作战 圆形的是藤牌 比较轻便 七季光会选用一些 有勇有谋的年轻兵士来操视 藤牌手也配有妖刀 当敌人接近时 他们一边出击 一边也可以掩护长枪手的进攻 而鸳鸯阵中的狼显 用竹子制成 能化解窝刀的劈砍力量 遮挡窝寇视线 身强力壮的狼显手 还可以转动枪柄 用横指锁住 或扫落对方的兵器 让阵中的队友可以诚实出击 因为在狼显手的身后 就是杀伤倭寇的主要力量 长枪手 由于狼显的阻拦 阵法的精妙 窝寇无法逼近长枪手 但长枪手 却可以从横置的缝隙中 挺枪前刺 队伍中最后跟进的 是手持堂爬的士兵 任分三差 可以挡戈敌人兵器 也可以直接杀敌 鸳鸯阵的成功 就在于全队密切配合 可攻可守 几乎没有什么破绽 即使来犯的窝寇人数相当 鸳鸯阵也不落下风 而面对一两个窝寇精叮时 更是游刃有余 家境连剑 中外火器结合发展 七季光就认为 朱器之中鸟冲第一 于是鸳鸯阵 也可以随时转换成火器队形 长枪手换作鸟冲手 发挥更大的威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展開